我前天看到一個場面 衛防委員會嘛 爭了半天 弄出一個勝利 蔣萬安嘛 萬安秀出那個勝利 結果陳學勝說 這是上上千 所以呢未來 反美豬國民黨的最先鋒 極先鋒應該就是蔣萬安 可是昨天坐在你這個位置 趙天穎是這樣說 他在分析他說 這個會是他終結首都選舉的錯誤的一步 因為你展上了 反美豬的極先鋒 這真的是上上千嗎 來你怎麼看這個態勢 我覺得 因為其實剛剛我們從一路兩樣的關係 包含了馬千宗講的這些話 他一開始跟大家講這個 首戰級中戰美軍不會來 他是according to 2018年的國防研究院 可是國防研究院也跟大家講了 那是中共的戰略 未必會是事實 而且國防研究院的講法是 首戰級決戰 美軍未到戰事已定 所以用詞就已經不一樣了 我覺得那個時候還可以講說 希望不要戰爭 可是最近兩次發言 包含了千萬人 千萬人頭落地 跟美國的航空母艦 因為太老化了 所以沒有辦法來 我覺得就沒有必要 像大家會覺得說 沒有站在臺灣的立場去講 那國民黨現在最大的問題 你覺得他自己要講了 還是有人被 他被迫要求要去講 我們很久以前總統 他非常的憂心兩岸會開戰 可是問題是 他有沒有什麼解放 就是我們又有尊嚴 然後又不開戰 我也不希望兩岸開戰 可是不是說兩岸開戰 就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會打死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跪下來 或怎麼樣 所以這個其實是幫藍營 幫他自己 還有幫國民黨 包含講完 都是扣分的 我們剛剛在談論那個民調 就國民黨自己內部的民調 第一個我覺得國民黨 他根本不要談論這個民調 他說只輸民進黨6%而已 國民黨在 這還蠻好棒棒 我跟大家講 國民黨自己的民調 他是請這個 全國公信力民調公司做 六月那時候 韓國瑜被罷免的時候 叫做全國公信力 公信力 民調公司加公司 可是國民黨智庫嗎 就是國民黨智庫 委託全國公信力去做的 那他用的是政大選員中心的 他是一半手機 一半那個 是新式的 所以可以看一下 他裡面是有個浮動的 六月韓國瑜被罷免那時候 國民黨是13% 民進黨是32% 所以差很多 可是到了大概 美豬828前後 九月初的時候 因為美豬突然說要來 民眾其實是會爬 那時候國民黨已經拉到 跟民進黨只剩不到4% 民進黨24 國民黨21 隨後來的就是 我們上次在談的 海峽論壇 國民黨又掉了 所以現在拉到變6% 剛剛小姐家講6% 就這樣26跟20 所以顯然民意的這些議題 是會影響民眾的反應的 當民眾覺得 美豬這個事情 無涉兩岸的時候 大家覺得實際上我也會有點怕 我們就標示清楚 大家選的要不要吃 但是你今天一談到兩岸的時候 剛剛宇曉講的那個民調 可能還更高 我覺得 63%認為 中國大陸就是 我們現在最大的威脅 情況之下 如果國民黨沒有辦法 像口香糖一樣 黏在鞋底把它清乾淨 那個標籤不撕掉的話 就會有問題 那學姐你剛剛問的 講完 因為現在在晚晚會當招委 所以他未來一定會跟陳時中 正面對決 對 但是正面對決就是我剛剛講的 在提醒兩岸不要戰爭 你不會再過頭 過頭 然後剛剛說 你好像是在幫 台灣以外的人講話的 講完在未來 在晚晚會當招委的時候 他排案也好 或是質疑也好 他不能夠 變成是在羞辱陳時中 又或者是 不是幫民眾把關 而是在政政上面 在那邊炒藍綠的時候 那對兩岸是扣分 但是的確我覺得 台北市民隊 他的口條沒有很好 那為什麼會意到 蘇貞昌會變這樣子 沒有 他的口才沒有很好 他口才絕對 沒有晃哥好 沒有晃哥好 一定沒有晃哥好 但是重點 其實重點不是口才 因為其實國民黨你看像過去馬英九 好龍兵 他只要 只要他對 選民的口味是對的 其實國民黨台北市 我想像小熊應該會同意我的話 其實是相對好選 可是你要站在民眾的立場 不是去拿那個紅利 我就說現在 你今天在反這個萊克多班 那自己也有美牛 所以這種已經不是在強調 萊克多班多毒 而是說如何標示清楚 大家可以選擇要不要吃 那就好啊 不要像巧克力道說 要怎麼樣全面去反 然後去怎麼樣抗爭 那這樣子反而會掉下來 那我覺得啦 因為講完這一次 在外國委員會 他會跟陳時中未來兩年 二零二年的十一月要選舉 還有兩年又兩個月 時間還很長 所以現在去談勝敗還太早 對 所以這個目前就是看起來就是 國民黨必須要站在臺灣立場講話 才有可能慢慢的拉回民眾的支持 是來 你看得出來 國民黨最近怎麼出的 來 國民黨現在很開心 剛剛偉安哥講的 就是國民黨內部 他們自己做的民調 你看原本在霸函的時候 六月是大輸 然後到了八月以後就拉近 然後事實上到現在他們說 只差六帽才誤差 那他們現在是講說 為什麼可以拉近 國民黨自己的解釋 他們是說 因為他們經過了監察院長那一站 監察院長抗議立法院佔據 他們認為這個有加分 還認為最近的美牛美豬這一塊 他們覺得他們自己加分 這國民黨自己的看法啦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網友的說法 我覺得可能比較有趣啦 這個是PDD網友今天就分享這一篇 就是分享國民黨的這一篇 那我們來看網友怎麼說 我有說國民黨的民調如果能準的話 連戰已經當八年的總統了啦 然後韓式民調啦 然後說沉默的多數 而且這個沉默是整個沉下去的沉默多數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國民黨這個 那韓國瑜準備可以當總統 就是說國民黨這些民調 這種自己做著在執政民調 能不能信我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信 但是我認為PDD的網友是不太信這一套 那事實上我們再講另外一份 就剛剛我們提到那個台灣智庫 台灣智庫其實最近做那一份民調 他也有做出那個國民黨跟民進黨的民調 當然不同機關做的會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差太多 因為台灣智庫最近做的這份民調 國民黨的支持度是16.9% 那民進黨的支持度是35.3% 兩個差18% 一個叫做台灣智庫 一個是國民黨智庫委託 機構一定有他的機構效應 我同意有機構效應 但是奇怪 國民黨做的剩6% 台灣智庫做的18% 我看過其他之前8月9月的民調 結果國民黨民進黨的差距 好像沒有像國民黨 有可能台灣智庫那個民調 把國民黨加民眾黨的只輸8%了 可能是這樣算的 所以你就覺得說很奇怪 就是說 白白希望看到那麼多民調 只有國民黨自己做的那個差這麼多 但差那麼少 當然他們叫自己開心 我也沒意見 所以我必須還是 但是民進黨要引以為協 對 就是說 自己要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在之前說 他們現在三千克蠢蠢欲動嗎 台北市說韓國瑜蠢蠢欲動嗎 桃園市說孫大謙蠢蠢欲動嗎 最後一個 周錫瑋說準備建制國民黨的蠢欲動 不過那個蠢蠢欲動 只有一半正正確 就蠢蠢是正確 欲動沒有人 不好意思 所以結論就是 最近不是 共產黨不是昨天開始 前兩天開始 就是九二共識的縮帖嗎 他們要連續七天 而且他們只要在微博 他們現在想要跟年輕人接觸 然後就是說 開始去解釋說九二共識 那這個某種程度上就是要 因為你知道 習近平在2019年 1月2號那個九二共識 講得 已經講過頭了 他講九二共識 就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他現在不可能拉下臉來 因為共產黨你要 他道歉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就透過微博的方式 去洗 重新就是洗九二共識的概念 可是我覺得昨天蘇貞昌 講得很好 一句話說 你不用在那邊 什麼九二共識的縮帖 你只要不要來武嚇台灣 你自然就OK了嘛 你重點是這個武嚇台灣 飛機每天在那邊繞這件事情 你再怎麼去跟人家解釋 九二共識的當初的初衷 馬英九還說 要原知原味的九二共識 那就不好 所以這個我們就 剛剛雨昭哥有拿過嘛 所以你看兩個 一樣是台灣智庫這一份民調 認同台灣 就是中國是敵軍 敵軍的是63% 然後認同美國的只有6%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所謂兩岸的台灣人的認同嘛 他如果給一個選項 就是說原本的選項是台灣人 中國人跟兩者都是 那如果把兩者都是拿掉的話 你自己看到嗎 絕大多數 86%的都是台灣人的嘛 認同自己中國剩6% 國民黨這才是真正的民意 這才是趨向 所以我提醒他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辦法認清這些 所謂的趨勢在這裡的話 還在那邊 當然我們還是老話還去 既然要扮演忠誠的反對黨 你不可能說民進黨的每個政策我都支持 我一定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但你必須在一個國家安全的底下 大家來進行政黨的攻防 但如果你這一個最基本的國家安全 中華民國的主權這一塊 你沒有守住的話 甚至被嘲笑成是什麼 現在就是像是誰 現在大家都在網路上討論說 誰會第一個引清兵入關 這個誰會第一個那個誰 不會有人認為是民進黨 不會有人認為是時代力量 十之八九認為是你國民黨 如果你都已經這種氛圍的底下 你國民黨更加就拼了 不好意思 就是最後就是回到那個 你當然他要新黨也不是不行 我覺得新黨某種程度上也很有骨氣 他直接去中國說我們接受一國兩制 你國民黨你就比較有材料 你就去海峽論壇直接請說 我國民黨就是要走一國兩制 我覺得也未嘗不可